上次自制黄油 今天来自制个马苏里拉 超能拉丝的那种 我这里用了三升的生牛乳 赶赶挤出来的那种 倒两杯50毫升的纯净水 放入6克的柠檬酸 还有30滴凝乳酶 搅拌均匀 家里面有这些的可以实施用醇 温度计时必须的 小火慢慢加热 等温度到达43度的时候 倒入柠檬酸 然后继续加热 不停搅拌 保证受热均匀 等到30度的时候锅里火 再倒入稀释好的凝乳酶 快速搅拌 盖上锅盖 让牛奶静置15分钟 时间到了 打开锅盖 这个时候会发现 上面出现了一层凝乳 就像豆腐一样 用刀轻轻地切成小方块 再次小火加热 继续提升温度 到达40度 关火盖上锅盖 再静置5分钟 小心地把乳酶过滤出来 轻轻地挤压排出乳清 你们看这个时候 知识还是很粗糙的 没关系 挤出来的乳清 加热到80度 加一点盐搅拌 接着把乳清 倒在知识上 记得要完全莫过知识 等待了15秒 你们就会发现 知识变光滑了 举出知识 折叠 拉伸 这一步决定做好的 马苏里拉 是否的拉丝 稍微地把它整一下形 让它变得表面更光滑 为一共做出了150克 保散保鲜膜 放进冰箱冷冻保存 平时吃的时候 可以用刨丝器 吃泡面的时候来上一点 浓郁拉丝 吃吐司的时候 也可以来一点 奶香浓郁 快做给人爱的人吃吧